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蔡老师 跟我们的例件 感谢这个座谈会的主办各方 感谢夏米教授 我很荣幸地把这幅画简单地做个介绍 画作原画有1.8公尺高 有1.5公尺宽 太大 被我请人打了个小样带过来 画的是60年前 达了达妈 达了达妈 越黑风高的西藏 庄园的朱布拉雅山 规律的布达拉宫 从青年时代中年时代状元时代 一直到现在的达了达妈 达了达妈是永远不老的 一路走过来 下面是经济重生 这是一条光荣的伟大的艰难的经济之路 是罗小而伟大的藏人自救的道路 他的伟大完全超过了摩西当年率领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 这段话有点小小的缘分 整整十年前 重庆的五十多位画家 画了一千多公尺的反应抗战的一幅画叫耗气长流 我们正在和台湾的国富纪大学馆联系 已经答应了 我突然想到 中国抗战胜利本身不是目标 维持和平才能达到中国抗战建国的最终的目标 因此我们就选择了88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其中包括达拉宫 后来很快被人 我们那个团队里面有线人 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谁 反应上去了 然后在将近十年前 六月四号那天晚上 突然有人打电话 凌晨四点打到我家里面来说 你是文康吗 我说我是 你们画了 答得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 你们画了 我说我们策画了 但是没有画 他说你说的实话吗 我说我当然说的实话 我们确实没有画 我们那个团队讨论过来 讨论过去 决定把达拉宫拿下来 我们画了240位阵亡的国军将领 画了43名被中共定为战犯的那些人士 画了中国抗战期间民国时代最著名的外交情报 文化经济宗教界各种人物 就是漏掉了达拉宫 当然他那个时候 他是三五年 甚至大概 没有画 结果6月5号 就是重庆大轰炸 纪念那一天 重庆的有关部门 统战部宣传部文化局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 一行官员 到我们这个画的存放地 来检查 我们当时画了将近一千公尺了 整整检查了四个小时 我心里很清楚 我们真是没有画 我检查半天 没有找到达拉宫的中意 想不到十年之前 我这么一个已经古西之年的 完全一个外行的这么一个病残之人 我呢用四天时间把他画完了 献给 寄献给达拉宫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 要么明年 要么后年 要么十年 要么二十年之后 达拉宫和在座租军 尤其是伟大的西藏人民 他们肯定可以回到西藏 达拉宫 西藏人民会真正的宰割宰物 宽天喜地地欢迎他们 他们愧为多年的 这么一个伟大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宗教领袖 达拉宫可得 走到藏南、藏北 走遍中国大地 刚才诸位都说的这一点 达拉宫不仅是 忍物 他挑战于 想 Doctors 隐阔 有助于 但很速度 有 Veter9 人民带利 川普 边 在业光 , 她已经有扔到木头 中国人 清晨洋总终离不扔头 但其实她还没有扔头 因为在练习来自录像 她曾经在1935的时候 现在就当时她的扔头 excellent for the nationalists generals and also the killed generals and also the so-called war criminals execu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ut they did not have pen求 for the poor ones and so this is the background, and commemorating the 60 years and this one decided to paint this 1.8-meter high pen求 and the pool explains and the whole journey from the Natara Palace and the way through all the mountains and also you can find the roads at the bottom is like a stony pathway and so also Matarama has gone on his journey Tatanama until today Tatanama is forever young this is the whole picture and what we want to express and not only this is a stone road but also it's a safe salvation and for the Tibetan people and so in this 60 years ago under the moon was darkened and the wind was very high and so the lama and he took this journey so this is the whole background for the picture